通过这种照片我们可以看出 李莲英长得并不出众 连安大海的一半都不如 虽然也是一样的善于茶言观色 一样的聪明能干 但是因为他长得一脸浓包 所以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不起 但慈禧为什么偏偏挑中他做自己的心腹呢 陪在慈禧身边53年 虽然被分为了大总管 但是李莲英还是会在慈禧面前表现得恭恭敬敬 摆出一副奴才的样子 就算是慈禧赏赐给他东西 他也会有受宠若惊的表现 虽然慈禧和光绪闹矛盾 但李莲英偏偏能在中间两面讨好 即使是光绪也对李莲英十分看好 李莲英从七岁进入这个皇宫 他见过皇宫中的尔虞我诈 因此他更明白 讨主子欢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自慈禧掌权开始 身边的工人就换了无数次 但是都不如安德海和李莲英 尤其是李莲英 在清朝变亡后 有一个老太监回忆说 李莲英不光聪明 为人处事方面还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因此特别得慈禧欢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